原来当头我是薇威 最后高照我是鲁鲁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 昨天有谈到 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吧 就是在失误的这个新闻 现在已经开学了 那当然有一些地方很多小朋友都很开心 哇进入新这个学校啊 新的一年啊新的课程啊 会很兴奋的以前我会很兴奋 第一天就是特早的不用叫我也会醒啊 然后真的真的 然后第二天就直接睡不醒去 只有一天完全是不用叫自动弹起来 是所以不是每个人像你这样子 肯定现在不喜欢读书不喜欢上课 但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来看看一下在师屋培英小学 今年一年级竟然是没有新学生的 那校长就说了 其实这个唯一暴读学校的一名女学生呢 她的出生子就著名是非公民身份 所以呢就必须等到这些所有手续都办好过后 可能在16号就这个月16号才去上课了 嗯这个女学生她叫做张明明 那她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印尼人 所以她的出生子是非公民了 所以应该就讲说她应该是在印尼出世的 所以她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马来西亚公民了 是我们来看看这间培英小学 她创校已经有99年了 早期也有学生人数众多的时候 但这几年来呢人数就一致在减少 多半是出去的多进来的少 就是报名报读的很少 那这个他们这个学校呢 在2011年的时候呢 全校人生这个学生人数呢 还有大概20多人 那随着学生一年去一年的毕业 离开学校过后新生入学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所以学校的人数呢也不断的在下降 其实是那个地区他的小孩越来越少 还是他们都不愿意选择那个学校 都有这个可能性 但我相信是那个地区的小朋友可能比较少 是可能有相关的原因 第一第二就是入学求学嘛 就可能经济是一个考量 有些家庭可能负担不了 虽然说有一些你可以申请一些什么援助啊 还是说这个补助 但是可能也不太让 就是一些家庭啊不太足够的这个资金 让小朋友上学 虽然已经是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但是有些家里真的是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 所以变成有一些学生呢 他一些学校呢就越来越少了 像我们昨天谈到有一个 有一间小学在太平的嘛 对不对 就是霹雳 只有一个学生 对就一个学生叫温胜俊 那本来就说就要离开嘛 对不对 不要在那间学校读书的 但是呢 今天的新闻看到说 他们决定到最后留下来了 他的家长认为说 应该让他留下来去求学 可是他留下来是可以继续求学 但是其实他去到别的学校 也可以继续求学 只是他留下来了以后 对于那间学校 他就那个学校就真的是 因为有一个学生 然后你就要继续这样子冲下去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应该怎么回答呢 我觉得应该丢给 对华教教育的一些工作者 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需要因为一个学生还存在 所以就要撑下去吗 我用撑这个字 对啊 但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撑 他们觉得说这是应该要做到的 但是你的学校不应该关闭 我明白你要保留 还有保护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你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辛苦的还是你啊 因为你简直就是你一直不停的在烧钱 没问题啊 最终要保留华社的这个根 华小是不能够被关闭的 但是你有想过这个学生毕业以后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另外一个一个人 那怎么办 不重要 能撑多久就撑多久 能够生存多久 能呼吸一口气就多呼吸一口气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样是不靠谱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 不管不管你靠不靠谱 现在我们就是华小不可以关闭 你就不要关闭啊 但是你应该要做一些事 我觉得你要做 我觉得他要做一些不一样的策略 或者是其他的学校 可能你要不要就是把一些学生就分配过来 但是你要家长愿意啊 你可以让学校跟学校之间合作起来啊 但家长愿意啊 我假设今天好 这个小学距离你的孩子上课的地方 可能50公里远 如果是假设这样子 他附近应该有其他的小孩吧 我也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子 只有一个学生 老实说我真的也搞不清楚 我真的很好奇 因为我们这里KL的小学 真的是爆满 对这个就是一个状况 我就说了 有一些学校 他可以爆满到不能够收学生了 滑小哦 然后这些这些家长就硬硬还是要怎么样挤破头的把紧进去 为什么不想过其他的小小学呢 是不是担心失资的问题 就啊老师那边老师没数字 我不要把他送过去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之前的小学 然后他是真的是爆满 然后结果就开了另外一间 也是在附近的 也蛮也有一段距离啦 其实但是老师跟校长那些都是从旧的那一间过去 就是我的母校过去的 就一样啊 我就觉得说如果开到另外一间他准证他的 他半校的准证会不会跟跟申请另外一间新的学校是一样的还是还是不一样 就是说我是A校变成多了一个B校 他不是AB校 他简直就是不一样名字 他两个是不一样名字 但是但是他的学校的老师都是互相用的 多久以前啊 现在还是这样啊 没有多久以前开的那个学校 我不确定耶 就是说总之是本来一间学校 现在变成开多一间滑小 是滑小嘛 是滑小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政府还有在批这个 有啊 有啊 应该都是 现在应该没批了吧 四五六年前的事情 这这一两年来应该是说没批了 应该是固定了 所以就有些人觉得说不能够再关闭了 再关一间少一间 所以能够有撑多久就撑多久 但是我想说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除了除了这个撑撑的人辛苦之外 我觉得这小朋友可能也会很辛苦 也辛苦 因为你全部关注力在他身上 第一第二 OK就是他没有机会去跟人家交流 你想想一下就是今天他这一个人 太独大了一个人上课 你读了六年 好小学都是六年嘛 对不对 这六年来都是你一个人在上课 你会不会变成一种习惯 你不懂得怎样跟人家交集 是而且你会 我觉得他会变成自以为是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 或者封闭自己 然后没有 要看他的性格是怎么样 如果他是属于那种自大自以为是 那他上中学有了学生 他觉得他叫人家 他会命令人家做事情怎么办 所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对他身心发展不是那么好 我是觉得如果只有一个学生 除非是他们有的教育的制度里面 再把他带出去接触人群 或者跟其他人家小朋友交流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说就是一直都有争议 在华小这个微信华小 尤其是就一个学生两个学生 甚至可能几个学生这样子的 究竟该关该合并该转移 还是应该想办法从其他学校分一些过来 让他生存下去 这些都是很考功夫 而这个考功夫的部分呢 并不是只是在于申请准证这些 还包括华社本身的一些心理状态 是 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好我们等下焦点来看看 另外一个新闻说的是 这个叫什么呢 反暴力条例 这个是很好的 国内贸易还有合作社消费人事务部呢 在这个1月1号的时候 就实施了一个2016年价格控制 以及反暴力条例 就确定不合理谋取暴力机制呢 就开展了 他们就是这一些反暴力的产品 产品是有包括就是 日常用的一些消耗品啊 就是护理产品啊 这些都是比较属于优先考虑的 因为这些会直接就是影响到一个家庭的开支 以及人民的生活成本 所以对于一些商家来说呢 这个对他们来说一些会觉得是一个困扰 因为有些人觉得说 我卖这个价钱 我的利润降高是合理的 但是这个反暴力呢 就会觉得这个贸销部就说 不可以 你这样子做是对于是太高了 不合理的这个利润 我觉得这样很好 其实对消费人来说好 我觉得开心 对对消费人来说好 觉得这样很好 不错 但是当你做生意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那么想了 你会烦呢 搞不好 看我是做什么生意吧 你做生意都要赚钱嘛 对对 什么生意都好 就要赚钱 对啊 但是他有 你的利润 但他还是会有指定的产品 是被封着的 对啊 就是有一个顶 那我就不要去 我就不要去踏进去那里就好 我就做别的生意 反正生意多的是啊 你说了算吗 现在他这个贸销部 他怎么时候要制定一些条例 搞不好就制定到你做的那个买卖生意 那我就转行啊 所以无论如何 对消费者来说 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还有一个事件呢 就可能看你的消费习不习惯 就是说 现在呢 当然账马用卡付款呢 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密码时代了 怎么说呢 就是无论你用信用卡 或者是转账卡付款的时候 那就要以验证密码来取代签名了 之前还有签名 现在不用直接用那个密码就行了 是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 好像感觉就更加的危险 对 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安全感 我有一点没有安全感 我有一点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签名的时候 可能你还会觉得讲说 人家会担心说 我不懂你的签名耶 就是不会想要拿你的卡去刷 但是如果现在你就给我你的密码了 那我管你啊 而且密码还可以hack 是 而且就比如讲说你是我的家人啊 或者是我老公男朋友 我管你啊 就拿去刷就好了 反正那个卡是你的啊 我拿你密码就好了 他有没有要验证说这张卡 到底是不是我的啊 签名也可以冒签啊 你没有试过就是 如果用这个信用卡什么都好 你签名你怎么签 他他基本上也没有去去看 其实我有冒签过 其实都可以 因为那个那个人 你罢的 不是不是我罢的 他是一个一个我的上师 那时候 那是那是那是犯法的耶 不是因为他叫我去买东西 他叫你去做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陷阱 他说不要紧你拿我卡去 你去外面学一下我签名怎么签 那我真的很努力在签耶 然后我在签的时候我在手抖 我真的很怕那时候 所以这是心理作用 但我想说其实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好 他还是有办法有人可以去走这个漏洞 但用密码他是方便在于可能对于商家来说比较方便 因为他不用收很多这个纸条啊什么东西 还是一样啊 他还是会有那个那个receipt出来啊 就我一张你一张还是一样有啊 只是他省掉的就是那个签名 他的印他的笔的印 也也我觉得是比较快 他比较快 他的整个运作这个模式会比较快 我觉得还是一样 因为你拿的时候他还是要按啊 嗯 这样也是 因为我最近刷很厉害 然后我就有在按 然后觉得很慢哦 但对我来说是 对我啊 我个人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不方便的 因为要寄投一个密码 我最好他是不要叫我改密码 因为我全部同意一个密码 如果我换了一张 你把你的秘密冒做出来了 啊对啊 因为如果人家一直让你密码你就糟了 所有东西你都玩了 不用紧啊 我跟你说因为里面是没钱的 我又 我生活中已经太多密码了 我已经有时候都会自己搞得很混乱 而且你每一张卡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完蛋了 你都不知道你哪一张卡是哪个号码 是所以这就是我担心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不方便的一种措施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用的 那现在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出国打高尔夫球 很多人都喜欢出国打高尔夫球 尤其是那些有钱人啊 你会看到他们富豪有时候去去去去巴黎岛打球 或者去真的是坐飞机特地是为了去打球 很气有磁力的 真的有这种人啊 有啊真的是有啊 我身边我就有认识这样子的那些人 对他们真的出国去打球 太奢侈了吧这种人 没有因为他们对打高尔夫球是另外一种概念 就是他们要那个场地要好 然后那个感觉要好 我不懂我没打高尔夫球我没试过 但我听他们说就是啊那感觉不一样啊怎么样 但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炫耀 他们已经是到那种打高尔夫球 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的空气 适合的草 是风景 而且你踩那个草地上的感觉特别不一样 你会觉得整个人踩在云端的感觉 就外国月亮比较远 那个草也比较香比较绿 所以现在如果你打高尔夫球 你要出国打的话 普通人没关系 但是呢如果你是官员 或者你是自己本身有贪污习惯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你的生活奢侈 包括出国打高尔夫球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所以可能就会被调查 是而且打高尔夫球其实真的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打高尔夫球都是健康运动 但是就是有一些官员 他就会直接的借用说 我要出国打高尔夫球 然后就把一家人都给带上 对 但是为什么你可以出国打高尔夫球呢 而且是 我还是觉得 你应该支持马来西亚的这些商家吧 马来西亚有很多高尔夫俱乐部啊 而且他们也很美很干净啊 看起来 你没出国看过其他的高尔夫球 对不起 是我见识不够多 好我下一趟我跟你说 下一趟我一定会去 你出国打高尔夫球 我下一趟一定出国打高尔夫球 我还会很开心 我以为我明天出国了 你去哪里啊 我去打高尔夫球 然后把你一脚踩出去 没有然后我跟你说 其实你机票我准备好了 那不同说 所以就是 总之 现在呢我们大马的反弹局呢 已经会用其他方式来 特别关注生活奢侈的一些官员 会看他们是不是在他们的这个工作里头啊 有贪污舞弊的一些现象 所以这是好事给反弹会 我觉得很好耶 因为很多的一些人 其实不要讲是官员 其实是我们自己人 有时候我们也真的就是讲说 反正我们是过去嘛 就一起来 就带家人一起过去 都会来 因为反正你那个酒店 一间房还是两个人睡 就把老婆给带上 你用了自己的钱问题不大 但如果你是借用公司来 假工祭司的话就不对 有一些就直接claim就好了 对啊这就不对了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贪污的范围了 是啊 所以不只是官员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其实有时候也是要自己知道要怎么做 你就不要做得太过分 就拿捏就好了